零道 對我來說蠻震撼的 天氣的變化是蠻大的 還OK嗎 我們會在找到那些酷的樹 那些酷的地方 非常祥的地方 我會想進去 神木內區保護得很好 除乎我的必要之外 可以試騎 cách看 我可以看到 一邊就黑咖叫 那邊就黑咖叫 你還好 再開口 我可以知道 這很難生 我要翻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觉得今年的拳手成绩比较高 竞争度也比较大 希望可以有好的竞争下 也有好的成绩 这一次回来觉得很放松 就是觉得已经跑过的赛道 大概自己心里有些底啦 希望大家能够享受今天的路跑 然后把我们山底里面 保育里面这么好的一个资源 带到你身边周边的人 是不是 3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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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1 1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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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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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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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3 2 3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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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就是一個長時間你要忍受痛苦的一個過程 而且今年很多就是賽道上的好朋友都有一起來 所以我覺得就是有平常比賽的感覺 跑道有巨大神木的一場賽事 那當然在神木園區的時候我是滿震撼的是 沒想到可以近距離看到這麼多很巨大的神木 然後跑到三姐妹的時候是讓我最驚訝的 所以那整個過程我覺得這是一場很棒的這個林道 然後整個風景然後整個天氣變化是很新鮮很特別的 期待是會把它想得很艱困 對 然後後來發現其實越野有不同的心態 然後所以我從去年比賽完之後 今年的練習的方向是不大一樣的 去年 去年 我一堆身上冒了一堆身,所以我希望有全力的力 我希望有多強烈的操作選手,所以我希望有全力 到100跟原賽在不在 這次來就是為了看台灣山 所以在那邊的話蠻感動的 真的看到那三棵樹的時候蠻感動的 我有在那邊親那三棵樹一下子再回來 山上就是在跑的時候會看到就是 它山間的那些雲霧繚繞都感覺很重 然後跑在那個土石路上那個感覺 也不是平常跑步能夠享受到的那種感覺 不管它的路線怎麼變化 我覺得國內的好手 我覺得來就是一個支持 它不只是支持越野發展 我覺得也是支持很多產業 我覺得這對國內的是好事 而且就是又這麼大事 台灣的料理が大好き 食べ物 楽しみです 這個景觀 很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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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樹木 很多山 很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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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棵樹 很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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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漂亮